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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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宜佩的保養心得 尤其是夏天剛過 然後現在進入秋天嘛 然後很多女性朋友可能都會覺得說 夏天可能肌膚晒出一些乾燥的狀況 然後可能還是有一點缺水 那接下來進入秋冬 大家要特別特別的要注意保濕 像是我平常工作的時候呢 我可能都會在棚內要照很多的燈光 然後出外景的時候曬很多太陽 所以其實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啊 保濕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好 那在秋冬方面 其實我除了一般的清潔保養之外呢 在晚上的部分我還會加強夜間的修護的部分 譬如說像是我現在會用一款 這個按摩的精華油 那這個雖然它是油脂的 但是它在晚上上在肌膚上 可以幫助肌膚吸收 然後呢在後續的這個 在乳霜的保養方面也會做得更好 所以要提醒所有愛美的朋友 在秋冬保濕一定要做好 另外呢不要讓你的肌膚缺水 而且在外在部分也要多喝水來保持水分喔 那我們都知道呢現在氣候開始入秋 那入秋有時候在我們台灣可能會覺得說 到了秋天還是跟夏天一樣的熱 其實我覺得在四季不管保養 怎麼樣的時間呢 你都非常重要要重視它 首先我覺得有三個步驟 是很多女孩子容易忽略的 就是清潔 保濕 防曬 記住喔我們就是念好這三個口訣就好了 就是清 保 防 保濕的重要性呢 其實很多人也會誤會 所以好像到了秋冬才需要保濕 或者更冷的冬天不見得 其實到了秋天的時候呢 我們保濕也是非常需要的 因為在時時刻刻 尤其我們知道冷氣房裡面的時候 很容易讓身體或皮膚變得更乾燥 再來最後一個重點的程序就是防曬 很多女生也是會誤會 覺得說防曬我大概到了夏天的時候才需要 那平常秋冬的時候我做好美白不就好了 事實上呢我們知道紫外線裡面的 UVA還有UVB 它是時時刻刻存在在所有的環境裡面 包括秋天的時候呢 其實太陽的光線看起來好像是減弱了 但實際上並沒有影響到UVA或UVB 它本身對我們皮膚的傷害 所以呢時時刻刻防曬這點這個功課呢 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記住囉 從早到晚 從春天到秋天到冬天 所有的保養程序 不管你是年輕的妹妹 還是進入到這個親手女的階段 保濕 防曬 清潔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喔